又來到了學校來分享攝影的東西啦 就盡量出去個10分鐘也好啦 就是出去拍個照你想要拍同學在幹嘛 或是你要去熱食部啊或是幹嘛都可以 好那就出發囉 Let's go 回去學校跟學弟妹分享攝影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第四堂課 那第一堂課的時候就問大家說 大家對攝影有沒有興趣 那沒有人回答 然後接下來就問誰有相機 然後幾乎沒有人有相機 只有好像兩三個人有相機 一般有32個還是31個人 只有三個人有相機 所以我也根本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所以變成我們就有點變成 有點像是分享手機攝影嘛 然後我在第一堂課就把所有該講的都講 然後就看他們滿臉問號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應該都是外拍啦 就是出去拍拍 然後分享也沒有話分享啦 就是讓他們開心出去拍就對了啦 就是 就這樣啦 結束攝影的社團課 聽說今天是星期五是不是 不然呢 是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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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包酒店 超級的郵寺 超級的郵寺 一萬對不對 一萬 還好玩喔 盡量拍攝 Foreign跳舞 然後但是外面下大雨 所以我們要在室內找一個神奇的地方拍攝 他不用拉把手在嘴唇 他自己在 他不用拉把手在嘴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Dude I got the night 那今天幫我們舞團Foreign拍攝跳舞影片 那如果你在Instagram看這支影片的話 就Instagram把他們追蹤起來 那如果你在YouTube看的話 你也可以在YouTube訂閱他們的頻道 反正他們就是各種Dance Cover的部分 那今天我們玩那個Easy Rig 那Easy Rig就是 算是第一二次帶出去使用 然後 我覺得好用的部分就是 他很好 從高的角度 到低的角度 這是平常 算是沒有辦法 很順手辦到 如果你手持單純拿著相機 你從那個 水平 眼睛視線水平的高度 然後你要把它 放到下面這邊 其實 不是很順手 而且你手會有很奇怪的角度 但是用Easy Rig你就直接 往下壓 然後往上提 輕輕鬆鬆就可以做出來 那他們的影片應該 我也不知道 可能幾個禮拜就會出來 有興趣就去 Follow一下吧 攪拌去之後都可以在那邊吃囉 OK 人也太多了吧 -這個箱子發生什麼事 在箱子上 充滿膠袋啦 怎麼知道 箱子是怕怕拖掉 乳蚊子出現了 好久不見了